請問是補班日的下午 餐廳裡依舊高棚滿座 臺北東區的金星港市飲茶二店 是不少老臺北人的回憶 但月底就要跟大家說再見 營業近二十年 二零零四年開幕的二店就位在東區 和一八九八年創立的一店 距離只有兩百六十公尺 走路約四分鐘就能到 儘管是分店 但擁有近三百五十個座位 一共五百坪是最大的店面 加上二十四小時營業 成為不少夜貓族吃宵夜的首選 大概兩個禮拜會來一次 有點可惜啦 不過他那邊還有一家也很大 那你吃了幾年 吃了十幾二十年了 我們也會捨不得這邊 對於臺北人來說 金星不只是餐廳 也已經是約會的地標 雖然本店還有營業 但消息一出也讓不少老臺北人 相當遺憾 更好奇未來的新地點會在哪 並沒有特定在哪一個商圈 但新北跟雙北 其實我們都有在接洽當中 業者表示新店會以四個條件來衡量 適合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地方 並且能用明火烹煮 人潮也得集中至少兩百五十瓶以上 薄脆的烤乳豬皮香氣四溢 入口也不油膩 未來想吃恐怕只能到本店 另一間營業四十九年 在大安區老牌湯圓店 整江號也因為房東要收回店面 已經正式歇業 如今金星二店也將熄燈 屬於老台北人的東區回憶 只能含淚說再見